这一部是韩国帝观大师找的 他其实不是找 他是把智者大师的讲的摩托指观跟访华悬议里头的很少部分 他重新撵出 然后整理一下 如大一地一样整理一下 其他有上下卷 他的上卷正是我讲天台中入门讲的内容 概念是一样的 是吗 佛法传入中国 他怎么样的转变到天台中这个时候 这样的概念环境 为什么会出现天台中 这个历史渊源 势必要去弄清楚 智者大师也讲这样子 也是这样 当然他更高了 他直接在思想史上面下手 这样 那现在人也没办法这样做了 我这样做也大概没有 没有应激 这样也不够用 所以我是就整个佛教史的角度 没有锁在那个思想史上 那么那是他的上卷 那他的下卷呢 那就是现在大家一般知道的什么呢 这个天台四教 他的上卷在讲历史 并且平息 分析其他思想的判教 不恰当 最后他才说 那我智者 我自凯 我是怎么判教 我先说别人判教怎么样 不恰当 然后才说我判教怎样 他是分两卷 一般人不知道 坊间也有相当 找几位大德 有的是我的老师 他讲寺教 有人听完他还不知道 原来寺教有两本 有上下卷 我们知道的 我们用的大概都是下卷 那么这是地观大师 地观大师呢 他元旗之后 他把他这个稿子塞在书架上 有一天晚上 从他的殿堂里 从他的房间里放光出来 那是奇怪 就进去看了 情况是怎样 一看 笔上有一本书在那儿 望曾经看 哎呀 他手照 他写 他没有把它流通 然后就看到 这是四教 你看这是有灵感